洪海积极加速电动车电池附级材料研发 这回携手朔和融碳跟中钢碳素签署材料开发合作备忘录 随着电池关键材料跟技术到位 洪海将持续冲刺磷酸离铁电池制造 预计2023年推出首款电动巴士车用动力电池 要来抢攻全球电动商用车市场 电动车的生产成本中电池占比超过了三成 而且对电动车的性能成本与安全 扮演了关键性的角色 是我们布局中非常重要的一环 在这当中中钢主要供应高性能的电池附级材料 借相石墨碳围图 硕和则提供细与细氧材料技术 再结合融碳的高性价比人造石墨 进一步合成高性能动力电池附级材料 最后由洪海导入电动车动力电池制成 产业强强联手将进一步提升 电动车动力电池的性能 也为台湾电动车动力电池产业链 建立起竞争优势 在10月18号即将登场的洪海科技日将公布集团在固态锂电池的进展 而洪海旗下的洪华先进首款电动巴士将在2022年陆续交车 新唐人亚太电视 曾一侯赵婷玉台湾台北报道